正在这起监听风暴呢 刚刚国民党立委也说了 不要再乱了 应该要来拼经济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上午也说 应该要彻查清楚 该负责的一定要负责 至于是不是会劝总统马英九来撤告 朱立伦认为大是大非没有错 但还是要考量民众整体的经济发展 还有国家利益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国家的不幸 也是国民党的不幸 那现在对民众来讲的话 拼经济是最重要的 就是民生既然这么不好 那还要扯这么多 一些政治上面的议题 我想民众看了会摇头 所以请所有的政党政治人员 大家都发护大指挥 那你个人会不会建议总统要撤告 好好的拼经济 我想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对国家来讲 对总民党来讲 都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那既然是不幸的事情的话 那我们当然要有大是大非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还是要以民众的整体 民众的经济发展 以整个国家的利益做最大的考量 的那是不幸的 所以我们要帮助 我们能够的事实 那么我们有建议的 我还能够给我们的 那是不幸的 那是不幸的